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际金融活动 建立区域性金融中心 特许银行 证券商及保险业在中华民国境内 分别设立国际金融业务分行 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及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际金融 证券及保险业务之行政主管机关为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金管会 业务主管机关为中央银行 第二章 银行 第三条 左列银行 得由其总行申请主管机关特许 在中华民国境内 设立会计独立之国际金融业务分行 经营国际金融业务 一 经中央银行指定 在中华民国境内办理外汇业务之外国银行 二 经政府核准 设立代表人办事处之外国银行 三 经主管机关审查合格之遮明外国银行 四 经中央银行指定 办理外汇业务之本国银行 第四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经营之业务如下 一 收受中华民国境外汇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境内外金融机构之外汇存款 二 办理中华民国境内外汇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之外汇受性业务 三 对于中华民国境内外汇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销售本行发行之外汇金融债券及其他债务凭证 四 办理中华民国境内外汇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之外汇有价证券或其他金主管机关核准外汇金融商品之买卖之行计 居监及代理业务 五 办理中华民国境外汇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之外汇信用状签发 通知 押汇及进出口脱收 六 办理该分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及中华民国境外汇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之外汇汇对 外汇交易 资金借贷及外汇有价证券或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准外汇金融商品之买卖 七 办理中华民国境外汇有价证券 承销业务 八 境外外汇放款之债务管理及记账业务 九 对中华民国境内外汇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办理与前列各款业务有关之保管 代理及顾问业务 十 办理中华民国境内外汇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委托之资产配置或财务规划之顾问咨询 外币有价证券或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准外币金融商品之销售服务 十一 经主管机关核准办理之其他外汇业务 前向各款所称中华民国境内金融机构 指经中央银行许可办理外汇业务之金融机构或一本条例设立之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 中华民国九十五年一月六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 中华民国境内之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于国际金融业务分行寄存之外汇存款 得向该分行申请解约或解约后办理汇款 不受第一项第六款规定之限制 第四之一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得将前条第一项各款业务 委托经中央银行指定办理外汇业务之同意银行 以下简称指定银行 代为处理 指定银行处理时 应仗列国际金融业务分行 前向国际金融业务分行得委托指定银行贷为处理之业务范围 包括经主管机关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许可办理之两岸金融业务 其控管作业英依两岸金融业务网来相关规定办理 并由国际金融业务分行统筹负责 指定银行贷为处理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之各项业务 向国际金融业务分行收取合理对价以之应其营业费用者 该收入应列为指定银行之所得 并依规定申报缴税 指定银行未向国际金融业务分行收取对价时 其贷为处理各项业务之费用 不得以费用列之 第五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办理第四条 第一项各款业务 除本条例另有规定者外 不受管理外汇条例 银行法及中央银行法等有关规定之限制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有关同意人或同意关系人受信及其他交易限制 主管机关检查或委托其他适当机构检查 财务业务状况之申报内容及方式 经理人资格条件 资金运用及风险管理之管理办法 由金管会洽商中央银行定之 依第三条第二款 第三款规定设立之国际金融业务分行 应专播营业所用资金 其最低金额由金管会定之 第五之一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有关利害关系人受信之限制 准用银行法第32条至第33条之二 第33条之四及第33条之五规定 违反前项准用银行法第32条 第33条之二或第33条之四规定者 其刑为负责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科或病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金 第五之二条 未配合联合国决议或国际合作有必要时 金管会会同中央银行报请行政院核定后 得对危害国际安全之国家 地区或恐怖组织相关之个人 法人 团体 机关 机构于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之账户 汇款 通货或其他支付工具 为禁止提款 转账 付款 交付 转让或其他必要处置 依前项核定必要处置措施时 金管会应立即公告 并于公告后十日内送请立法院追认 如立法院不同意时 该处置措施应急失效 采取处置措施之原因消失时 应急解除之 第六条 中华民国境内之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 向国际金融业务分行融资时 应依照向国外银行融资之有关法令办理 第七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 办理外汇存款 不得有阻列行为 一 收售外币现金 二 准许以外汇存款兑换为新台币提取 第八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 非经中央银行核准 不得办理外汇与新台币兼之交易及汇兑业务 第九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 不得办理直接投资及不动产投资业务 第十条 本国银行社立之国际金融业务分行 得与其总行同指营业 外国银行社立之国际金融业务分行 得与其经指定办理外汇业务之分行同指营业 第十一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之存款免提存款准备金 第十二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之存款利率及放款利率 由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与客户自行约定 第十三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之所得 免真盈利事业所得税 但对中华民国境内之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受信之所得 其真免应依照所得税法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之销售额 免真盈利税 但销售与中华民国境内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之销售额 其真免应依照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之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所使用之各种凭证 免真印花税 但与中华民国境内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兼或非属第四条第一项规定业务所疏力之凭证 其真免应依照印花税法之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之副金融机构 中华民国境外个人 法人或政府机关利息及结构型商品交易之销得时 免与扣缴所得税 前项结构型商品交易之销得免与扣缴所得税规定 自中华民国99年1月1日施行 第十七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 除其总行所在国法律及其金融主管机关规定 应提之待账准备外 免提待账准备 第十八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 除依法院裁判或法律规定者外 对第三人无提供资料之义务 第十九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与其总行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 往来所需自用之通讯设备及资讯系统 得专案引进之 第十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 应将营业报告书 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 报请主管机关被查 主管机关得随时令其余限期内 提供业务或财务状况资料或其他报告 但其资产负债表免与公告 第十一条 删除 第十一之一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应报经金管会核准 并付之中央银行 一 变更机构名称 二 变更机构所在地 三 变更负责人 四 变更营业所用资金 五 受让或让与其他国际金融业务分行全部或主要部分之营业或财产 六 暂停营业 副业或终止营业 第二十二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储新台币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还 一 办理第四条第一项规定以外之业务 二 违反第七条 第八条或第九条规定 三 为依第二十条规定报请主管机关被查 或为依同条规定提供业务或财务转况资料或其他报告 四 为依规定按年缴交交特许费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经依前项规定处罚后 仍不予改正者 得依原处罚还按次连续处二倍至五倍罚还 其情节重大者 并得未下列之处分 一 停止其一定期兼营业 二 废止其特许 第二十二之一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违反第五条第二项管理办法中之下列规定之一者 储新台币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还 一 违反有关同一人或同一关系人之受信或其他交易限制 二 与主管机关派员或委托是当机构 检查企业务财物及其他有关事项时 隐移 毁损有关文件或规避 妨碍 拒绝检查 三 违反主管机关就其资金运用范围中投资外币有价证券之种类或限额规定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违反应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经依前项规定处罚后 仍不予改正者 得一远处罚还按次连续处二倍至五倍罚还 其情节重大者 并得未下列之处分 一 停止其一定期兼营业 二 废止其特许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经依前条或前二项规定受罚后 对应负责之人应予求偿 第二十二之二条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违反第二十一条之一规定者 处薪台币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五十万元以下罚还 第三章 证券商 第二十二之三条 证券商同时为证券交易法 第十六条规定之证券承销商 证券自营商及证券经纪商者 得由其总公司申请主管机关特许 在中华民国境内 设立会计独立之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 经营国际证券业务 依前项规定设立之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 应专播营业所用资金 其最低金额 由金管会定之 第二十二之四条 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经营之国际证券业务如下 一 对于中华民国境内外之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销售其总公司发行之外 币公司债及其他债务凭证 二 办理中华民国境内外之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之外 币有价证券或其他金主管机关 核准外币金融商品买卖之行计 居间及代理业务 三 办理该分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及中华民国境外之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 因证券业务之借贷款项及外币有价证券或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准外币金融商品之买卖 四 办理中华民国境外之有价证券承销业务 五 对中华民国境内外之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办理与前列各款业务有关之账户保管 代理及顾问业务 六 办理中华民国境内外之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委托之资产配置或财务规划之顾问咨询 七 外币有价证券或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准外币金融商品之销售服务 七 经主管机关核准办理之其他与证券相关外汇业务 前项所称中华民国境内金融机构 指经中央银行许可办理外汇业务之金融机构或依本条例设立之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 第二十二之五条 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得将前条第一项各款业务 委托同一证券商经中央银行同意办理证券相关外汇业务之分公司 以下简称受委托分公司 代为处理 受委托分公司处理时 应涨列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 前项受委托分公司得代为处理之业务范围 包括经主管机关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许可办理之两岸证券业务 其控管座业应依两岸证券业务往来相关规定办理 并由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统筹负责 受委托分公司代为处理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之各项业务 向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收取合理对价已知应其营业费用者 该收入应列为受委托分公司之所得 并依规定申报缴税 受委托分公司未向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收取对价者 其代为处理各项业务之费用 不得已费用列之 第22-6条 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办理第22条之四 第1项各款业务 储本条例另有规定者外 不受管理外汇条例 证券交易法 信托业法 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 其货交易法有关规定之限制 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有关财务 业务 资金运用 风险管理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款或融资之期限与总余额 与外汇指定银行 国际金融业务分行或境外金融机构办理外币 接买卖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金管会会同中央银行定之 第22-7条 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经营国际证券业务之所得 免征盈利事业所得税 但对中华民国境内之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办理第22条之四 第1项各款业务之所得 其真免应依照所得税法规定办理 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经营国际证券业务之销售额 免征盈业税 但销售与中华民国境内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之销售额 其真免应依照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规定办理 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经营国际证券业务所使用之各种凭证 免征印花税 但与中华民国境内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兼或非属第22条之四 第1项各款业务所疏离之凭证 其真免应依照印花税法规定办理 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经营国际证券业务支付金融机构 中华民国境外个人 法人或政府机关利息集结构型商品交易之销得时 免与扣缴所得税 前四项免征盈利事业所得税 营业税 印花税及免与扣缴所得税之施行期间 自本条文生效日起算15年 第22-8条 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经营国际证券业务 准用第8条至第10条 第18条至第20条及第21条之一规定 第22-9条 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有下列情势之一者 主管机关得事情节之轻重 处警告 命令证券商解除其董事 监察人或经理人职务 对总公司或分公司就其所营业务之全部或以不为6个月以内之停业 对总公司或分公司营业许可之撤销或废止 1. 办理第22条之4第1项规定以外之业务 2. 违反第22条之8准用第8条或第9条规定 3. 违反第22条之6第2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财务、业务、资金运用、风险管理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款或融资之期限与总余额 与外汇指定银行、国际金融业务分行或境外金融机构办理外币兼买卖之规定 主管机关发现证券商之董事、监察人或受雇人 有违背本条例或其他有关法令之行为 足以影响国际证券业务之正常执行者 除得随时命令该证券商停止其一年以下业务之执行或解除其职务外 并得视其情节之轻重 对证券商处以前项锁定之处分 第二十二之十条 意图妨碍主管机关对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检查或司法机关调查 伪造、变造、阴灭、隐移、掩饰工作底稿或有关记录 文件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二千万元以下罚金 第二十二之十一条 国际证券业务分公司为依第二十二条之八准用第二十条或第二十一条之一规定报 请主管机关被查 提供业务或财务转况资料或其他报告 货报经金管会核准并复支中央银行者 处新台币二十四万元以上二百四十万元以下罚还 主管机关除一前项规定处罚还外 并应令其限期办理 借其未办理者 得即续限其令其办理 并按赐各处新台币四十八万元以上四百八十万元以下罚还 至办理为止 违反前二项规定者 处罚其违行为之负责人 第三章之一 保险业 第二十二之十二条 下列保险业得由其总公司申请主管机关特许 在中华民国境内 设立会计独立之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 经营国际保险业务 一 经经管会许可 在中华民国境内经营保险业务之保险业 二 经经管会许可 在中华民国境内经营保险业务之外国保险业 前项所称保险业 指财产保险业 人身保险业及专业载保险业 一 第一项规定设立之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 应专播营业所用资金 其最低金额由金管会定之 第二十二之十三条 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经营之国际保险业务如下 一 办理下列以外必收付之保险业务 一 要保人为中华民国境外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 且被保险人为中华民国境外个人之人身保险业务 二 要保人为中华民国境外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 且保险标的非属中华民国境内不动产之财产保险业务 二 办理中华民国境外保险业以外必收付之再保险业务 三 对于中华民国境外之个人 法人 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 办理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准以外必收付之保险相关业务 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经营前项业务 不得兼营财产保险及人身保险业务 但其总公司为财产保险业精金管会核准经营伤害保险及健康保险者 不在此线 第二十二之十四条 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得将前条第一项各款业务 委托经中央银行许可办理保险相关外汇业务之同一保险业总公司 或同一外国保险业于中华民国境内设立之分公司 以下简称受委托机构 待委处理 受委托机构处理时应账列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 前项受委托机构得待委处理之业务范围 包括精金管会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 例许可办理之两岸保险业务 其控管座业应依两岸保险业务网来相关规定办理 并由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统筹负责 受委托机构待委处理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之各项业务 向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收取合理对价 以支应其营业费用者 该收入应列为受委托机构之所得 并依规定申报缴税 受委托机构未向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收取对价者 其代为处理各项业务之费用 不得已费用列之 第22-15条 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办理第22条 之13第1项各款业务 除本条例另有规定者外 不受管理外汇条例及保险法 有关规定之限制 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经营国际保险业务 有关财务、业务、资金运用、风险管理、主管机关检查或委托其他适当机构、专业经验人员检查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金管会会同中央银行定之 第22-16条 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经营国际保险业务之所得 免征盈利事业所得税 但其资金在中华民国境内运用所生之所得 其征免应依照所得税法规定办理 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经营国际保险业务之销售额 但其资金在中华民国境内运用所生之销售额 其征免应依照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规定办理 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经营国际保险业务所使用之各种凭证 免征印花税 但其资金在中华民国境内运用所疏离之凭证 其征免应依照印花税法规定办理 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经营国际保险业务 支付中华民国境外个人、法人、政府机关或金融机构 保险给付及投资型保险契约连结投资标的 所产生之利息或结构型商品交易之销得时 免与扣缴所得税 前四项免贞盈利事业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及免与扣缴所得税之实施期间 自本条文生效日起算十年 但于上开期间订定之保险契约 至保险契约有效期间届满之日址 且不得超过三十年 第一项至第三项 但书锁定资金在中华民国境内运用之范围 由金管会会商财政部定之 第二十二之十七条 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经营国际保险业务 准用第八条、第十条、第十八条至第二十条及第二十一条之一规定 第二十二之十八条 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机关应令其限期改正 或并处新台币九十万元以上四百五十万元以下罚还 情节重大或经主管机关限期改正而借其未改正者 并得限制其营业或资金运用范围 令其停售保险商品或限制其保险商品之开办 令其解除经理人或职员之职务 废止或撤销其特许 一、办理第二十二条之十三规定以外之业务 二、违反第二十二条之十五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财务、业务、资金运用及风险管理之规定 三、违反前条准用第八条规定 第二十二之十九条 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为依第二十二条之十七准用第二十条或第二十一条之一规定 报请主管机关被查 提供业务或财务转框资料或其他报告 或报经金管会核准并复之中央银行者 储新台币六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罚还 主管机关除依前项规定处罚还外 并应令其限期办理 借其未办理者 得继续限其令其办理 并按次处新台币一百二十万元以上六百万元以下罚还 至办理为止 第二十二之二十条 主管机关派员或委托是当机构或专业经验人员 检查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之业务或财务状况 或令国际保险业务分公司于限期内报告营业状况时 其负责人或职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储新台币一百八十万元以上九百万元以下罚还 一、拒绝检查或拒绝开启金库或其他库房 二、隐移或回损有关业务或财务状况之账册文件 三、对检查人员之询问无故不为答复或答复不实 四、借其未提报财务报告、财产目录或其他有关资料、报告或提报不实、不全或未于规定其限内缴纳查核费用 第四章、负责 第二十三条、本条例施行细则、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十四条、本条例除以令定施行日期者外、自公布日施行